今天我刚刚收到这个选票 选票的样子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整个大信封 那我们现在从背后 把这个大信封把它撕开 撕开它里面有几样东西 我们把它拿出来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个选票 然后还有一个回游信封 那这个选票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 然后呢这个是个信封 选票呢到时候是要放在这个小信封里面的 那其中呢还有另外三样东西 一个就是我们要回函 所以其实这整个信封里面的五件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选票的样本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回游的信封 是个黄色的 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真正的选票 跟这个小信封 那第五样呢是对我们华人来讲是完全不重要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翻译就是 根据这个 根据我们这个选票的这个信封 要回游信封呢 这边是有中文跟英文 那这边呢有不同的语言 所以我们就先暂时不讲这个了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没有用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解释 这边呢我们要做的就是 一定要在这个黄色的信封一定要签名 这个是我的 所以我先签名 然后呢要写地址 还有今天的日期 这个我们待会再来写好了 然后呢这个呢最重要的就是说 第一我们要把这个选票 我们要把这个选票呢把它撕下来 好吃下来这个我们自己留底 然后呢这个选票呢 假设说戴手针修特呢就是第二号登记 第二号呢是我我想要选的人 所以我就用笔呢把这边稍微填满 尽量不要把它填到外面去 把它填到那个去去里面就好了 就像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填好的呢 就放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选票 这样子就OK了 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放在大信封里面 把它粘起来 用胶带把它粘起来 粘起来之后贴一张49cent的邮票 就可以咯 要记得我们4月1号以前要把它寄出去 因为呢我们呢那个邮局呢 它收信呢还有收信寄信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所以拜托拜托尽量在4月1号以前就要把它寄出去 那假使呢你们忘记把这个票寄出去 在特定的时间把票寄出去 那我们呢就必须要在这个市政厅的市书记处这里呢 它的地址是240West Huntington Drive 要记得我们最后的时间就是在4月8号星期二上午7点到8点呢 一定要把这个票直接放到我们的选票投放中心 就是我们的市政厅